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夏日里的清凉宝藏,绿豆汤 这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段跨越时空的凉爽传说 首先,让我们穿越回古代,当时没有空调,没有电扇 夏天的热浪就像是一位不请自来的访客,热情又烦人 那时候的人们怎么办呢?他们发现了绿豆的神奇功效,清热解毒 于是绿豆汤就成了夏日里的超级英雄 一碗下肚,仿佛有一股凉风从心底升起,让人瞬间忘却酷暑 但是,绿豆汤的传说可不止于此 相传在古代,有一位名叫绿豆先生的饮食 他不仅精通医药,还是个烹饪高手 夏天来临,他看着村民们因为哭热而苦不堪言 于是决定为大家煮一锅绿豆汤 他将绿豆与清水放入大锅中,低火慢煮 并在其中加入了鸡片秘质的草药 汤煮好了,绿豆先生将它分给每一个村民 村民们喝了这绿豆汤,顿时感觉凉爽无比 就像是有小风扇在体内不停地转动,连连撑起 从此以后,绿豆汤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成为了夏日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有点夸张 但它反映了绿豆汤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绿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的却有助于清热解毒,补充水分 所以,当你在炎炎夏日中感到烦热时 不妨来一碗绿豆汤 让这古老的凉爽传说继续在你的生活中流传 最后,我们不禁要问,绿豆汤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 是不是古人在炎热的夏日里一边擦汗一边思考 要是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凉快一点就好了 然后一颗绿豆不小心掉进了水缸 于是一切的奇迹就此开始 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答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绿豆汤的清凉已经成为了夏日的一部分 就像冰淇淋和水枪一样 是我们对抗酷暑的小小武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绿豆汤的传承 祖母的夏日秘方 各位亲爱的学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夏日消暑的神奇饮品 绿豆汤 这不仅仅是一碗普通的汤 而是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凉爽秘方 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我们祖母们的智慧 和对家人的关爱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绿豆原产于印度 后来传入中国 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重要食材 古人认为绿豆性寒有解毒清热 利尿消肿的功效 在那个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年代 绿豆汤无疑是夏日里的超级英雄 能够打败炎炎夏日带来的各种不适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代 来看看祖母的夏日秘方 每当夏季来临 祖母总会提前抛好绿豆 然后在锅里慢慢熬煮 它会加入一些秘密成分 可能是鸡片薄荷叶 或者是一点点冰糖 甚至有时会放入一些桂花 让绿豆汤的香气更加迷人 当然,这些秘方每个家庭都有所不同 这也是传统饮食文化的魅力所在 祖母总是说 绿豆汤要等它自然凉下来才最好喝 这样既能保留绿豆的营养 又能让身体从内而外地感到凉爽 她还会告诉我们 夏天要多喝绿豆汤 可以预防中暑 还能帮助消化 这不仅仅是一碗汤 这是祖母对家人健康的关怀 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爱 当然,我们这些现代人总是急功近利 喜欢用高压锅 电锅来快速煮绿豆汤 但是,我们是否忘记了 那种慢慢熬煮的乐趣呢 那种等待的过程 不仅是对食物的尊重 也是对传统的传承 最后,我想说的是 绿豆汤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它是文化的载体 是家庭的记忆 是夏日里的一抹清凉 所以,下次当你 喝到那清甜的绿豆汤时 不妨想一想 这背后 不仅仅是绿豆和水的结合 而是历史 文化和家庭爱的融合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记得回家后 要好好品尝一碗绿豆汤 体会一下那份 来自祖母的夏日秘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每一碗都是清凉 绿豆汤的家庭故事 各位亲爱的学生 和网路上的知识探索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个在炎炎夏日中 犹如沙漠中的绿洲 让人心灵得到片刻进化的 神奇饮品 绿豆汤 这不仅仅是一碗汤 而是一个家庭故事的集合体 一个文化的载体 更是一种生活的哲学 首先 让我们从绿豆汤的清凉 开始谈起 在中医理论中 绿豆性寒 有解读清热的功效 这也是为师母 在夏天 当太阳像是一位 不知疲倦的烤箱师傅 将大地烤的热气 腾腾时 绿豆汤能够立刻 让人感到凉爽的原因 这种清凉 不仅仅是口感上的 更是从内而外的 一种生理和心理的舒缓 而家庭故事 则是绿豆汤 这碗凉爽中的甜蜜元素 想象一下 在炎热的夏日午后 家中的长辈 在厨房里忙碌 一边熬煮住绿豆 一边加入适量的冰糖 那中家的味道和温暖 随着绿豆汤的香气 在空气中蔓延 每一位家庭成员 不论是从外面 炎热的世界归来 还是从自己的房间走出 都能在这碗绿豆汤中 找到共同的味解和回忆 绿豆汤的家庭故事 还体现在它的多样性上 每个家庭 都有自己独特的绿豆汤食谱 有的喜欢 加上一点橙皮 增添风味 有的则偏爱 放入鸡片薄荷叶来 提升醒脑 这些小小的变化 就像家庭成员间的 不同个性 彼此相互融合 共同创造出家的味道 当然 绿豆汤的故事 还有一个幽默的层面 想想看 那些绿豆在锅里 经历了一场翻滚的洗礼 最终化身为一碗清凉的汤 这不就像是 我们在人生的大锅里 经历各种挑战 最终变得更加成熟和美味吗 而且 如果你不小心煮得太久 绿豆汤就会变成绿豆沙 这不就是生活中的小意外 提醒我们即使在 追求完美的过程中 也要保持一颗 轻松和幽默的心吗 总之 绿豆汤不仅仅是一碗汤 它是夏日的凉爽 是家庭的温馨 是文化的传承 也是生活哲学的体现 下次当你品尝 这碗清凉的绿豆汤时 不妨想想那些 藏在其中的家庭故事 和生活的智慧 那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有 自己家庭的绿豆汤故事呢 又或者 你对绿豆汤 有什么特别的了解或观点呢 我们期待着你的分享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碗绿豆汤的凉爽传说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